中文大學星期一公布 校董會已通過委任今年8月退休的 前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出任中大副校長行政一職 接看去年年底被解僱的吳雪培 中大校董會在2024年2月舉行第一次會議上 通過成立輪選委員會展開全球公開招聘 經過輪選後,委員會一致向校董會推薦陳維安 陳維安的任期為3年,將由今年9月16日起生效 現年59歲的陳維安曾出任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 馬會馬場事務部總監,在2008年出任教育局副局長 2012年起擔任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 在任內曾處理2016年的議員宣誓風波 據了解,陳維安亦曾獲香港大學校長張祥建議 出任港大元兇多時的行政及財務副校長一職 而新籌比立法會的356萬年薪再高四成 但未獲港大大學人力資源委員會批准 最終張祥攝消提交任命議程 $$%!$%!Z$$!$%! 感谢观看